8月20号我们新节目的上线庆典在北京隆重举行 李冰冰这次是以2012年我们节目的形象代言人的身份来出现的 所以一到现场人家就成了主人翁 立马做起主编来了 321 8月20号上午新版现场节目的上线庆典在北京举行 当天上文节李冰冰到场入镇 在到场数十家媒体的见证下 节目主播谢南宣布了现场此次改版的三项重大变革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两位大牌明星的加入 聘书 自聘请李冰冰女士担任 真维斯现场2012代言人 聘妻自2012年8月20日至2013年8月19日 作为当兼华语娱乐界绝对一线的女明星 李冰冰此前从来没有给任何节目做过类似的代言活动 此次加盟现场 担任节目2012年度的代言人 她可是没有收取任何报酬 我没有酬劳 这么多年来我其实是觉得现场是很专业 很客观 另外很 很真实 她不会去走一些小道花边的这种小路子去捏造一些 歪曲一些事实 而是非常客观的在报道一些新闻 并没有去抱着去伤害或者是娱乐别人的这种 那种恶性娱乐的那种态度 所以这一点让我非常尊敬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跟她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正是因为李冰冰为了现场担任代言人 所以发布会现场 李冰冰就被赋予了主编的权利 今天这节目单是完全和主持人谢南 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做的决定 所以呢 我代表大伙就签上我的名字了 不高兴的就找我 庆典当天 李冰冰就立刻开始拍摄她代言现场的第一支宣传片 而在今后的一年时间里 她还会和现场节目进行更多的深度合作 我们会有一些在公益方面的合作 而且这么多年现场也做了特别多公益的报道 也都一直热心公益 很支持 我自己也有一个公益的品牌 这样接下来大家会有更多的一个合作 除了有李冰冰这样一位极具观众员的女明星做代言人 当天新版现场也公布了三个全新 首先是全新的内容板块设置 为此新版现场特地聘情已经出道20年的胡冰担任特约主播 她的工作则是带领现场探访时尚秀场 以及大型活动的独家内幕 除此之外 当天的活动还公布了新版现场另外两个全新的内容板块 游戏男主持的周六特别节目难得第一次 在每周六的时候呢 我会主持一个现场的全新板块叫做难得第一次 也很感谢节目组能够把谢男的男子放到这个节目名称当中 这也是很多主持人最大的梦想 就是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那我希望会在难得第一次里面呢 分享很多我的好朋友或者是圈里面我们的明星我们的艺人朋友 他们在家庭生活也好在感情生活也好在事业上面很多的第一次 欢迎大家把第一次都献给我 谢谢你们 以及由知名媒体人刘童主讲的脱口秀坦白讲 因为其实大家都在说我们要做脱口秀 我们要很犀利 我们要有观点 但是真正有胆子敢说观点的人其实不多 都怕得罪人 你现在又是这么红的一个人 你不怕得罪人吗 你能坦白到什么程度 是这样的 就是关于得不得罪人这个问题我之前想过了 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在公司里头不管什么样性格的人 总会得罪另外一拨人 所以以前我们不敢得罪是因为得罪不起 现在我们敢得罪是因为我们不怕得罪的后果 我是希望说坦白讲这个板块 我们以前常常评论的都是一些已经发生过的新闻 但是我希望说以后我们常常评论的东西 尽可能的都能够成为新闻 此外在当天的活动上 现场第二个全新 全新的主播阵容也首次亮相 开播13年来 现场第一次有了男主播 我是咱们新版的现场的新任主播 名字叫新凯 听这三个新就是特别的新了 那在未来的日子里呢 等你等了好久啊 谢谢谢谢 我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不仅仅是做一个简单的主持人 我现在每天愿意和我们的编导记者主编一起上班去 搞每期稿子 然后呢 梳理每天的最新的新闻 也希望能够用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态度呢 来向大家报道这些最新的消息 13年来 从最早的李霞索妮到后来的谢南 近两年加盟的方林 现场的主播阵容清一色都是娘子军 如今男主播新凯的到来 正是现场下决心破旧迎新的最好证明 在未来的现场中 新凯和方林将成为日常新闻的固定搭档 他们也将用全新的方式 为观众输送最好看的娱乐资讯 明镜与点点栏目